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把很纯粹的书店能做好 服务一批很纯粹读书的人 我觉得就可以 博树洪侠是这家人文考古书店的店长 可能个人骨子里一直还是挺喜欢书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县城是缺失书店的 上大学之后 其实就心里就是想着说 以后的话我也可以说 想开一家这样的书店 就里边的书的话 基本上是我喜欢的 我看过的 我精挑细选的 2012年的时候 我就申请做相关兼职 我就觉得好喜欢这家店 2015年的时候 我不就毕业吗 然后当时想都没想 就直接来这家店 就开始工作 台子上的这些书 是我们这两天 就新到的一些书 入完库之后是需要分别放在各个架子上去 新书的话我们就在这三个架子 就是这样的话就有些读者来了话 他如果是我们老读者的话 他就只用看这三个架子 我们在13年的时候就开了淘宝 其实某种情况下也是一个逼不得已 因为我们家的书太专业了 但是我们把这个网站它的一个展示 当成我们的一个广告 通过这些平台能看到我们店 有些机构客户就能直接联系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路就慢慢地就打开了 上面的标签 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按字母 后来我们就发现还是不够用 我们同事小姑娘想出来的 然后到当时说 要不用签字我们吧 你也不用担心了 你后边爱加多少数价都行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1.1万种 大概6万多册 然后基本上是按照一年1000种书 这样一个增长量再走 考古文博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书店 就只要不是说太偏或太早的书的话 大部分书在我们家基本上是能够找到的 年收益的话基本上就是500万左右 大概可能有300多万 就是直接是禁书 几乎上我们的大头都是在书上面 其实很多人比较惊讶 就是我们店为什么会坚持这么久 我一直觉得我们书店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就是书本身 还有一个它的专业性吧 它的这个高冷反而汇聚了一批铁粉 我们家书店的话有很多机构客户 然后一些从业者 然后研究者 我在选书的时候是会很慎重的 我背后是要去给那些资料的单位 给那些读者做推荐的 我是要对他们负责的 我印象特别深 有个老奶奶他过来 他就问了好几个书 然后我这边就基本上就很快就给他答复了嘛 然后他说小困难行啊 你怎么你家电视书啥书都知道 我没想到这些书在你们家一下能找圈了 就开心得像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也很开心 然后还有一个老爷爷 他说哎真好呀你们家还在 他说我真怕哪天来你们家不在 那一瞬间我就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 不到特别特别难 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 我不会关店 我觉得书店它存在的意义 就有的时候并不是说 它一定是卖出去多少本书 当你家附近有一家书店的时候 你可能从来不进去 就当那家书店 如果说哪天要关的时候 你会特别失落书店家图书馆 就是这是我理想中书店的终极模式 我们在中间去向大众去介绍这个书讲什么 然后读者才能通过这个 我们书店这么一个桥梁 来到这个书的身边 未来的话我其实还是挺欢迎大家 就是喜欢历史也好 喜欢考古也好 然后走到我们书店 然后挑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能够静静地看 能获得支持 能获得帮助 我就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有都是有意义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